歡迎來到樂他雙周報 這個星期其實是幾微妙的新聞 都不知怎算不算大新聞 不過在講這新聞之前 先介紹一下自己 各位結答 每天 少吃 孫馬虎 這大新聞就是漫畫家心凡 中文譯就是心凡 他學日本的名字就是莫里斯基 去世 年齡不長 本來說漫畫家去世不是太 都是新聞 重點就是根據 莫里斯基的官方 已經停止了 在他死後 他太太就說 他丈夫自殺 好像上調 漫畫家自殺就真是大新聞 雖然仍然有漫畫家自殺 但是這次情況 首先就是 莫里斯基這個名字 其實就是他夫婦用的 即是說他老婆 是有資格用這個cheater推出報告的 第二就是 之前在大半年前 據聞就是他老婆 就在cheater發瘋 周圍咬人 撩膠打擾到 他老公 要出官方聲明 去周圍的人道歉 而他老婆 就入了療養院 治療的 即是病理學的精神病發作 簡直就是療養院 即不是我們一邊說的那種發療 是真的精神問題 搞到他就 因為都是老婆的事 他就要四處去道歉 對 總之 因為據聞就是 首先就是 他現在的官方share 就已經cut了 而網上 以我們網上流傳的資料 就非常之少 因為知道就是什麼 相關 以實下的 就是一邊流傳的消息 是不是真不知道 因為事實上 都很… 網上找到的資料少 就是 據傳他太太信了邪教 然後就信了什麼教 不是邪教 總之信了教 然後就在去年的時候 就周圍咬人說 抽起豬兒子女 結果搞到很大件事 搞到他老公連載停了 然後周圍要搞出道歉聲明 就很大件事 之後一年就沒有消息 然後就在 6月3日 她老婆在抽打出道歉聲明 說她自殺 她死了 然後在她的官方就說 是你那幫人逼死她老公的 不是 殺死她老公的 是你那幫人殺死她老公 那是很嚴重的 然後那個抽打就撐了 被人家 因為 我只能說 我的合理推斷 其實就是 她老婆那邊出事 然後她老公壓力太大 所以最終自殺 但是 因為她現在唯一一個 知道知情 只有兩個人 理論上最知情 只有兩個人 一個人過身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老婆 一個問題就是 她既然 如果 所謂入邪教 精神法律教 那類東西 是成立的 其實她說的內容 內情 是不太可信的 因為你知道 入邪教的人 想的事情 她老公死了之後 首先她在7月3日 6月2日 她老婆就說 她老婆就說 馬華家摩利士基 在6月30日自殺了 這就是7月2日 好了 這個就是很普通 就是宣佈這些庫文 之後就來了 然後她說 我聽到哪一輯的解釋 我哪一輯的解釋 說我呆了 她說我精神病 我沒有權力優勝 這類的解釋卡 總之就是 一大堆侮辱我 一堆侮辱我 一堆侮辱我 又說我瘋了 又說我瘋了 這根本就是 這根本就是 這根本就是沒有我再 就是她的 那些人 剛剛我們說的 全民 她認為那些全部都是 紫虛烏有的指控 這樣認為 還有還有她說 我沒有拿著一把刀 到處走 這是重點 她說 我絕對沒有拿著一把刀 到處走 就是她回應了網上一些 對她的指控 或者是形容 但是我這件事 我都是只能留中全 而因為 醉了的人 是不會認為自己是醉 只是瘋子 是不會認為自己是瘋子 當然 這個可能是她被人 污衊 但是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的老婆是正正常常 只是因為被人誣衊 是精神病之旅 的話 我想你應該不會大壓力到自殺 我想一個比較合理一點的推斷 就是她老婆真的瘋了 然後她不認 她自己瘋了 然後她的老公壓力大到頂不住 這樣比較正常合理的推斷 頭鬼大到頂不住 我們 因為一般來說 網上分析過這件事 就是 秋田書店其實想幫她老公 但她老婆就紮馬 秋田書店就是希望她老公 連載 出版社肯定這樣 但秋田書店是支持她老公 所以跟她老婆紮馬 因為她肯定出版社就覺得 你老婆搞搞震魔 雖然你和你老婆共用筆名 你老婆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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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最少你不會影響到你的產出 當然不只是你交給那個就行 當然是你不會影響你的質素 或資料之類 對出版來說 如果你沒有特別的對作者關懷 這是很合理的立場 她給了多少支援 我們真的不是很清楚 其實最誇張的是我看PTT 其實去年這件事爆出來 她老公周圍道歉 已經有些網民說 我擔心她自殺 結果就是講中了 因為類似的例子其實真的存在 雖然這類這樣的情況 在日本其實並不少見 雖然很少出現在漫畫家身上 或者比較少見於我們特別的關心的人生上 因為日本的邪教其實是很盛行的 她的邪教性行道其實不亞於南韓 誰大一點我都要計談 如果說日本的漫畫家自殺 其實最有名的《青山景》 基本上你一提 如果在Google打漫畫家自殺 《青山景》就是第一位 那位是馬後炮不是風涼畫不是什麼 但真的覺得她本人那種情感 她的性格之類 真是自殺都不出事 我只能說她本人真是黑了一點 她本人的思想的負面程度 真是很容易很危險 日本人是一個自殺國家來的 日本人不開就打算死了 這裏而且邪教相關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最後現在又搞到出版社就肯定就是 本來她應該是會支持 如果是一個出版社 理論上她兩個都是作者 如果她是支持其中一方的話 我只能合理地判斷她是支持正常人那邊 或者是支持正常人有道理那邊 雖然有些判斷基準假手於人 但總總的跡象 無論是真實還是假的指向 我都覺得這件事就是一個邪靠引生的悲劇 不過這件事始終就是 因為現在 張霍出版社當然是不想說的 這些不祥事件 那她老婆方面 現在官吿斷了 看看她老婆又不會開你的身價帳戶 又出來咬人 先說我要提醒 她所謂的公式額戶戶 因為其實漫畫家本人就很少這樣做的 通常是聲優、藝人那些比較多 所謂的公式額戶戶戶很少見的 通常是作品 或者是她真是一個很紅的人 比如傅姦 傅姦好像沒有 不是 應該就是鳥三明就要了 因為鳥三明本身 出版者代理 或者她作者本人代理 就是看情形 看怎樣結構 即是洪對要有經理人那一種才有 但是她本身 傅姦應該是經理人那一種 因為她本身的麻煩 她本身就是夫婦勇 而且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剛剛所說的 現在還想看到的 剛剛我們檢查了 還在那裡 所謂的臨時官方帳戶戶 其實是去年的時候成立的 並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2019年的9月 即是差一點點才一年 就是大概在她的事件爆出來 即是說她發瘋 那類的事件爆出來 那時候之後少少才出現的 這個比較像是 出版社會跟她說 喂 你個人的事 你家裡的家事 你自己想好她 或者是說我們 按摩難擠什麼什麼出質 那你出回個官方 為什麼有官方推呢 很多時候要摸去作者看一看 就是要摸去作者會亂說話 把她斬開作官方和非官方推 相對來說 你真的出錯出事的機會 會比較低 所以 都是有得推 這個帳戶本身就像是 她老婆發瘋之後的處置手法 現在反過來 給她老婆來控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但現在官方就剪掉了 整個剪掉了 然後渣都沒有了 比較像是什麼 因為原推呢 原本她私人自己一個 是兩人共用的應該 如果不是她老婆 都不會動到她 知而知而知 對 那她開一個公式帳戶 可能就是原本 只有老公看到 控到的 相對來說 就可以控制了 壞 那現在因為她人過了 所以可能是照給她用 我相信可能 也許未必 這個是個人推斷的 官司帳戶其實 出版社是有帳戶的 她有密碼那些 那見證 五老公死了 沒辦法了 重點是 應該說 老公死了 老婆又發瘋 咦 她沒有控制 但是她都只能將 停止 停止了 但是她當下 只能交給老婆 去把死訊交出來 去公佈出來 如果老婆死了 如果只是公佈附民 就算了 問題就是她還出來咬人 但是她怎知道 她說什麼 你看她說了這麼少 那幾句已經快到 嘩 那麼盡 你現在說 你逼死你老公 這麼嚴重 我看到這麼多的資料 我都想說 到底誰逼死你老公 我想大家心中有數 不過這就不再推論 好了 那這件事始終太多 不肯定的就不說太多了 好 如果我們有些 再確定一些 我們再追 不過應該可能性不太高 因為這些事情 應該有什麼的了 不會再提了 好 先講一下庫文 伊藤達文 不是伊藤博文 不要搞錯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吃了很久 伊藤博文 55歲過世 5月13日 好像是腦出血 就是重複 腦肝出血 就是重複 就是重複 他怎麼說 55歲 其實以導演來說 其實算是當打 差不多是當打之類 即是50歲 導演來說 即是50歲才是最當打的時候 他真是累積了最多經驗 那類的事情 第二 應該是用重複 尤其是做醫行 長期不運動 吃水不定時 身體最不健康的生活 然後又扯到最盡 真的要消息 死亡兩倍 等於你正常不正常 他代表 首先他是先鋒幾日 第一期的監督 而最恨 之前 他做了 《我們學不來》的演出 M3 有人做的 不是說 算是中堅 不是很熱門 現在就算中堅 因為他還沒去到 真的有很多大載監督 但是有些名字 大家聽過他的名字 那種 這個也是他太太出的 通常呢 這類CHITTER 他父親 通常是他太太用他的老公 家人 通常是家人 用他的帳戶去出的 是的 有少許可惜的 但是 只能說 包括我們在座 那麼多位聽眾 都應該有份 因為中風這些東西 其實可以很年輕 我是有跟我同齡的朋友 四十歲還沒到 四十歲還沒到 我和我同齡 非呀屌辣 真的 那不就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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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來試 各位小心點 心血管 我經過 場跑之後測試過 我心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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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們說過 最后生懷者2 所有評價一起都會讚不住口 好 如果你不讚他怎樣 好 有媒體測試過 有海外媒體 就 記者 就批評在他的網上 批評最后生懷者 好 一批評完之後 所以馬上打電話 說你不明都不公正了 我會懷去 立即 怎樣說 如果一般 比方說 比較關心作品的PRO 不一定是本家 可以是那些授權PRO 代理公司 這類的情況 他一定會盯著 如果你有一點名氣 他一定盯著 接著會去評估 到底他怎樣做 才是最好的效果 就是 最好才是做得最好 當然這些是PRO的技巧 有高有低 否則也不會有關公 不會有關公事件 他真的會聽聞 尤其是Sony 其實是比較上心 對媒體的評價 但是直接打電話來施壓 你說他關心 那個很明顯是施壓 直接打電話施壓 我聽聞就真的比較少 通常就是那些什麼 吹水會 那些PRO場合 走到來 你上次寫哪一篇 圍蘭看了一點 就是這類的 他會關心一下 真的關心一下 說兩句 但是如果你說 這麼短時間 馬上打電話過來 就是 我只能說 是比較罕見的事 還有 再說 之前那大花生事件說 在那個玩家評分網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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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是 之前一直不給低分 可以給高分 好了 之前最初是3.6分 然後4.5分 現在拆到5.1分 拆到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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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承認 我都要承認 我都認為如果這套 的滿分是10分 其實他應該值分 至少6-7分 這是事實 因為他的畫面 表現 遊戲手法之類 都不算大差 只是 劇情思路 表現手法 很 很漏屌 所以他 其實應該是值分 高分一點 但他現在這個 更不換 就是 玩家就是 你知道 玩家是很愛恨分明的 你不喜歡他 就直接給0分 也不奇怪 反過來 他0分 真的不代表 見譯一模試 只是覺得 他對話很討厭 這是事實 但問題 他現在這樣拆法 很明顯是 一些PR公司 後面在默默地做事 都不是很默默的 因為大家都看著 這個就是 Sony 就是這個 因為這遊戲 它說明是最大的作 它在谷道爆 據聞 第二期 開始 人們退遊戲潮 開始離了 雖然 還有 有人說 美國外國買得這麼快 不是因為他 這遊戲很賣 而是出貨出得多 純粹就是Sony 最慣常用的招 已經出貨了 不記得買了幾隻 即是說 你的玩家 你的店鋪 我不管你 你買動森 搭遊戲也好 買主機搭遊戲也好 以後 你出貨遊戲 我不管你 我撞完了 一般來說 銷售數 通常有兩種 一種就是 出貨量 一種就是 銷售量 銷售量 其實是要找第三方公司核數的 但是 這個出貨量 就是 廠商自己本身就知道 就是 我常常覺得 它賣了多少 給下面的客戶 但是 這個出貨量 通常 有部份情況 視乎契約 它可以說 我賣不出 就退回給你 即它不是買斷的 就好像 報紙 雜誌 有些部份的情況 不是買斷的 即它賣不出 就回到中盤商 這種情況下 你的出貨量 就不等於銷售量 但是 如果它是買斷式的 即是說 我給了你的店鋪 你的店鋪 就要增加百元的水 給我 無論你賣不出 賣不出是你的事 就不關我的事 這是真的 因為 如果我是店鋪 我不知道這遊戲是什麼遊戲 但是 以Stanley那麼大宣傳 我都會有很多貨 大哥 你想做那麼大宣傳 如果沒有貨 那怎麼辦 就算了 那入了一堆貨 我怕是不行 坐了 那就沒辦法了 當這個情況 是偏向了去出貨 或者是中盤商 或者是製作商 可能零售店 就要簽約 就是它的建議是買斷的 我只有買斷 我才肯給你貨 或者是之如此的情況 是有時候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這樣的話 它的出貨量即銷售量 因為它的銷售 不是只銷售到客戶 是只銷售到零售店 那創商 零售店 要怎樣買豬肉 搭豬骨 就是你的問題 買Sweet 搭最後生產的東西 當然 動心朋友 動心搭遊戲 除了你喜歡 我不要 最後生產的東西 可以嗎 可以加一千元 我們曾經說過 這個鏡頭是非常可愛的 雖然它是 其實搞的東西太多了 但是 有部份朋友 會說 因為這東西燒得很厲害 它真的有一點點興趣 那你等多 是對的 如果換了是我 有多餘的時間和錢 錢就不需要太多餘 因為幾乎是免費的 如果有人送這個鏡頭給我 那我便免許其他玩一下 包括時間都可以 動動掌下見識 爛作也要看看有多難 看看喬爾夫也好 所以 他現在的情況 很有可能 就是壓住了零售商 然後 通常情況下 一個月之內 它就會崩盤 一個月 好像不是一個月 已經據傳 是不是很據傳已經在崩盤 發售到現在 都接近一個月 你說的一個月 是發售到後面 一個月 好像十幾號出的 十到尾 應該是 沒有記錯 到現在 都是大半個月 已經過了半個月 所以 它應該是差不多會崩盤 所以它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己看看 看看 撿便宜貨 目標價是 一成到兩成左右 總之一塊水又窄 一塊水又落到樓 一塊水不用 目標價是一成到兩成左右 應該會跌到這個程度 最少會跌到這個程度 那一百元留下 一百元留下 再低一點應該會有承接 就會有些人 好像這些好奇寶寶 買回來試試看一看 等於台灣月刊是賣斷市的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 台灣月刊 就去估顧一下 這件事我想 持續都會繼續爆些 卡卡的東西出來 都是零零碎碎的 好 講一些開心事 首先就是 慈禧澤春賽宣布結婚 和圈外人 當時的說法就是 其實結婚這家最正經的是我 終於加成 他44歲了 我對他的年齡都很正經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他應該跟我差不多大 他大我一輪 接近一輪 沒有一輪 這件事也證明了一件事 我以前都說過 星優的結婚時期就是兩個 一、二、二、三、五 即是三十前 第二就是四十之後 其實在44我都算很恐慌 因為紀東好像 就是 劇羅羅的杜冰九美子 都是四十幾歲結婚的 然後 負責美子也是四十幾歲結婚的 基本上星優在那三十頭 你嫁不出去的話 跳到四十幾 就四十幾了 就是 那些 有什麼伯露美子也有四十幾才結婚 我想補充一件事 其實 其實是四十幾年 都四十幾年 都九十年代 是呀 你以為四十四歲結婚 現在來說算很年輕 那你覺得是紀東羅年代 其實是 實在不想承認 這個二千年是二十年前的事 那你再多二十年 所以他不是說 這個韓國人印象問題 人老了就會 那些時間變了 你以為是二十年前嗎 不是呀 四十年前 所以 明白聰明是不用擔心的 你還有第二個十年 算了 他是一個不能結婚的女人 通常說 很難說 沒笑到最後 可能是 可能是笑最後的 通常說三十幾歲之前 一定要結婚 通常是指如果你要生孩子的話 那的確是生理年齡的限制 但是如果你不在乎 如果你不在乎這一點的話 那你就四十幾歲也無所謂 沒有人工的 沒有人工的 好像阿能登 接著四張才結婚 其實他擔心高齡產婦 有些人擔心 不過現在科技這樣進步 其實不是 現在高齡產婦的定義 已經擴展到四十歲了 以前是三十歲 打算是高齡的 以前是二十二歲結婚 這樣就恭喜他 第一件事就是 Friday 爆料 因為昨晚星優 開始刮一些星優 因為經過江本信宴 那一件爆料之後 大家可以刮星優 嘗試看看有沒有新料 刮得出來 然後刮到江浩托也 跟遠藤尤為鄉 Yuka同居 遠藤尤為鄉 Benjim的前星優 現在已經退役了 這件事爆料之後 江浩托也就說 我私人的生活 我講的自然會講 不要爆了 對 跟鬼住了 可以理解江浩托也 當星優偶像化的時候 你就認命了 當你接受了偶像 我經常說的 剛剛那個是退下科線的 我經常說的 當你星優要享受偶像的待遇 上台被人歡呼 跳舞唱歌 然後又簽開簽名會 握手會 那你的私生活 就被人關照了 那你被雜誌跟 你就預料了 你不能說 你又要享受偶像的光環 又要享受好像二人星洲那種私隱 因為你現在不同了 你說不錯也好 實際上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就像狼尊大富這樣 狼尊大富本身 其實他走路派 升丘路線 他沒有那麼多偶像活動 那他就可以收得比較密 我覺得你唯一解決方法 就是你全部爆了出來 就是這樣 儀宣印爆 這個叫什麼 爆炸裝甲 在你打進來之前 我才爆了我抵消你通缺力 例子 小野原章花仔香菜 你爆了嗎 是的 我們現在正在交往 經歷事務所招勢 神祖 神祖把所有的說出來 甚至不適當你的形象 你是爛口的你就爛口 爛口的聲優又不代表 例子 爛口的聲優又不代表 他找不到 他會不會有工作接 你看小野版 你看小野版 阿關預鎖 你看小關還沒有問題 阿關預鎖 你看幾個想起 基本上 聲優偷食的情況 是不問題的 在日本世界 不倫偷食 痛解到是 你當時沒有問題 而且你現在Yulisse都退了 你去南門婚女未嫁 而且我先恭喜Yulisse 有著落 你找到一個對決 你退役我也是值得 即是他當時退得那麼突然 大家現在傳測 告訴大家 其實可能有些關係 那也好 隨便吧 專心做家人主婦 反正這些所謂的 都不可以叫不倫 算了這些 淘色糾紛 淘色新聞不是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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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色新聞 如果對當事人沒有負面影響 沒有太多負面影響 我們講一下 即是一題 說真的 南青休結婚要幾期 可以花光下水 還不可以結婚了 還有兩件事 日本法律相關的新聞 一件事是天氣報告 Studio四度被人告 未付加班費 殘業代真 被人告完全敗訴 Studio四度完全敗訴 要判賠償 其實只是說 這個動物業界 現代海公船 大家都知道 現在只是天氣報告 我想短時間 都不會改變 這個環境 A1都是這樣 A1都是這樣 你都是等某種資金進來 這個就很悲哀 另一宗就不完全是ACC相關的 這個NHK的視聽 收NHK台 大家應該知道NHK是要收台費的 要付錢的 判了一宗就是 如果你是完全收不到NHK的信號 就允許你不交台費 因為它是預設 你只要有接收到電視的裝置 即是全部人 因為其實日本的手機 都可以收到電視的 應該是很多手機都可以收到 你電視當然可以收到 如果你是沒有特別地去屏蔽它的話 你是依然要付台費 它是不管你有沒有看到的 是日本現行的法例來的 這樣就是這樣規定 雖然你說幾不合理 又真的是幾不合理 因為這個其實是說 應該是超過年間 不是超過年間 應該是超過三四十年代 那時候訂立的 不太記得那種時間 你只要有收到電視訊號的裝置 它就會上來收你的台費 基本上是老款 這件事就是 市主就 不知道怎樣 DIY的一件裝置出來 就可以過濾了NHK的信號 即是它的東西是收不到的 它沒有東西是收不到NHK的 但是那個官就判 就是說 因為你的東西是你自己裝上去的 那你可能你自己 你懂得裝上去 等於你懂得拆 即是代表著你不… 這件事並不代表你一定真的收不到 即是反過來現在變成 你沒有辦法證明你一定收不到NHK信號 它就要收你的錢 那怎樣 你只能說這條這麼過時古老的法規 就應該有時候要改的了 那麼就… 不過就… 它這件事是判了 是判了市主勝訴的 不過它就加了個彈書 就是說 為什麼會… 因為它是找人幫它裝的 它不是本人裝的 那就是它代表著呢 它自己是沒有辦法把它拆下來 那就是說它這件事真的沒有辦法 它憑自力沒有辦法收到NHK信號 所以它就判它沒事 應該是這樣的 那麼… 但是言下之意呢 反過來說就是 如果你是有辦法拆開 即是現在是惡到什麼 我平閉了信號都不行 即是我要懲閉了信號 我還要沒有辦法再開 我才可以不用給那塊錢 即是跟稅款差不多的情況 那就是… HK的收費港格 就應該有輪牌 就不會出現的了 就像是日本人的了 那就是… 不過對香港人來說 沒什麼所謂 香港人就算有收到NHK 都沒有付錢的 講這些 那就是… 好… 那還有… 跟著就兩單就… 這個… 這個… 和那個… 一個是和Netflix有關的 雖然是日本那邊 那就是… 那就是… 水野良的… 那… 應該是有刀戰機 我不是很記得 那是什麼 那是… Grain Crash 嗎? Grain Crash 戰機還是… 那是… 他就說… 他對話被人學了假 為什麼呢? 是Netflix 又是那些東西 又是… 又是黑白問題 那是啊 因為他裏面有一節 就是說這個… 要假裝這個 Dark Elf 暗妖精或者黑妖精 就要扮他 所以就要查黑了自己的人 偽裝成這個大Elf 結果就說差別待遇 被人膨礁了 我聽完真的可以 我正在想老祖扮女人就很嚴重 沒有女人 但不少 所以頭條心被人摺了下去 因為他扮女人 其實鄉銘的亞洲人比較難以理解 因為這是美國才有的文化 不是 評到每次都閃得到 我的看法有少少不同 我首先肯定是國樂火 但是是因為這件事 查黑扮黑人這件事 才不說你打不打Elf 這件事在美國是一個非常禁忌的事 並不是他們正正正確意 而是因為他們曾經用這個方法去接近迫害 或者是壓迫了黑人很長時間 即是等於你去納稅 沒有納稅 你現在去德國 舉納稅標誌 或者之類之類 你被人屌 都很正常的 這件事比較特別就是明明是日本的動畫 但因為它在美國的平台 就是Netflix是美國公司的例子 上架 所以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其實真的有少少管太多 我覺得你便屏蔽了不給美國看 你美國那麼麻煩 其實以前也是的 以前一出貨就有什麼問題出現 因為現在是直接下架 即是等於在吃煙 美國是可以給你吃煙的 還是調轉 我忘記了 歐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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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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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就是 歐洲有一個 這個 brows是 歐洲有兩個 但是andalити日本便 Kyk 歐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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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先 歐洲行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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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秘託 歐洲行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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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他地方沒理由因為這樣而這樣,德國人不喜歡,關你卵士 其實這樣說法有很多日本軍事類作品,什麼神盾,什麼五十六 暫時就好像未見到納粹相關而上不了德國,只是舉個例子 即是他自己都要落落,不准出不了國,要用這個理論去做 還有一宗都是醜聞相關,大家知不知一個是EVO 又是上面的MeToo事件的延伸,這宗其實很微妙 就是EVO的搞手是副總裁,有人說他性騷擾,但又是沒有人證明到的 即是有人在網上爆單說他性騷擾支持他,但又好像沒有第三者證明到 雖然沒有證明到,但他本人就因此而退職,即是他自己辭職還是被人解僱 好,這一點根據發展,我想比較合理的推斷是他可能真的做了 即是這個我不做判官,總之就是因為有什麼事,他就退職,退職就退職 但連整個活動都要取消了,本來已經是要搞online的了 即是這個EVO大會其實主要就是這個格鬥遊戲的年競,年度最大的格鬥遊戲盛事 即是如果你想上youtube看法,當往年那些戴上的影片 其實理論上是電競,是一個電競盛事,但以格鬥遊戲為主 有電競之前已經出現了,其實是這樣說的,即是這個Terms 但他裡面就不是,但裡面就不是只有打鬥,有些其他的遊戲 主要大家關心的格鬥很多 我記得當年看他打俄羅斯方塊 即是競技,競技遊戲,即是可以競技成分的遊戲 這樣就整件事取消了,我覺得很奇怪 他就說你這個搞手也好,是沒有錯可能很大打擊 就等於米澤過了新抗議期在那裡搞的意思 應該沒有什麼實際影響 後來再出一宗就是,我知道什麼事了 他的贊助商,我忘記在那裡 是SNK還是Kolomi,我忘記了 大家說得出名的贊助商,因此而取消贊助 所以整件事就通了,你因為出了醜聞 no money 那些廠商就不想牽涉到這件事,很正常 我贊助了一間有醜聞發生的 event 我給了錢出來又收不到好明星,很笨 他們取消了贊助,結果因為沒有贊助 就搞不成要取消,整件事應該是這樣 真的相當地可惜,老實說 梁博說一句,他成不成要騷擾別人 他搞不搞別人,我真的不太太照顧 老實說,你要炒掉他,就炒掉他 即是你搞到整件事沒有了,就真的慘了一點 即是可能是時間問題,即是他太近期了 如果他可以遲少一件事,早一點發生 或者遲少一點發生 那麼他可能還可以再搞一件事 因為沒有了原搞手,就找另一個接手 我不信沒有人接手 這件事 所以今年不單止沒有現場 連online都沒有看 不是吧 不是吧 不過說一句,今天不搭載這件事 今年那麼多事,二官取消了 這件事其實不算是特別相關的 只是通常運作 有醜聞然後取消贊助 又不是很正常的事 有個公關都是想做好口碑那些事 跟著就是這個天氣報告 這個北方的天氣報告 盡量講短一點 首先就是這個老千媽事件 就是這個騰訊在她的賽車遊戲 裡面就不斷打這個老乾媽 大家應該知道什麼叫老乾媽 就是大陸一個辣椒品牌的據說 就非常好吃 但我吃起來就很普通 我在大陸那時就吃過一、兩次 就算是挺好吃的 老實說,但不是說我那些人那麼神 一個辣椒品牌 我們騰訊就跟她交通 跟著真的告過她,沒有付錢 跟著再發現是什麼 老乾媽說,喂,我沒有找過你做宣傳 之後才揭發,原來是有人冒名 冒老乾媽的名字去找他們做宣傳 跟著RD Sponsor 那些什麼衝直包那類的東西 他們的目的是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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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騰訊就很努力地去打宣傳 然後她就找回真正的老乾媽去找他們 找他們找廣告費 結果又罵上法庭 然後這件事,騰訊就是自己吃糟糕的 自己活該死的 你不去確認對方,對方是不是真的 等著對方有沒有簽約 如果沒有簽約的話 簽了約的,但他跟騙子簽約的 記者沒用的 那當時說,我沒有找過你 他只是被人找笨拆罪,關我關我事 對 你不去做確認,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這是你的問題 他自己笨拆罪給人 他自己的事 另一單 App Store 他就過千款手 我不知道是Game 還是所有App 總之 中國的App Store 就大量App 和遊戲下了價 原因就是 那些未有批號的 原來被人下架 因為大家知道 中國是要拿了批號 即是他批准了 這個共產黨批准了你 你才可以出任何出版物 包括這個書籍 雜誌、音樂、遊戲 都包括他 但問題是你出遊戲 你沒有理由這樣等 才說,那個時間很長 要幾個月 這樣的情況下 走正常流程都要走幾個月 走特殊流程都要走兩三個月 可以告訴你 這樣的情況下 通常的Game 就是先上車就後保票 即是先上架 日後就拿回批號 可以照去的 問題是現在 新政策就是 不找他們先上車後保票 要拿了批號先上 不然就下架 所以突然間 一夜之間 千多個Game 就全部沒辦法玩 其實這件事 Android已經做了 不過Apple 就一直可以 膚色地帶 即是擲擲擲擲 很難現在拿去 都沒什麼灰的 它都是擲擲擲擲 即是擲擲擲 裝模作樣 現在拿到正 就沒什麼 這些又不是我自主 首先三聯際 麥良 Wild 所以Apple 每個App 可以上架 都是你們批 88 才不講共產黨是否批 你自己也要批 auer 其實無法賴 不過只不過是 吳嘉租 郑教授 那個動漫 沒什麼政治 現在政治很頑囪 尋了 算是 rackett 到底也不是一次 很久 以示要舊不潛 舊老同都不想再講這些 還有一單純粹是搞劇 雖然是事實來的 但是很搞劇 這個人物在遊戲色靈提示寵物中規定 將它分級分成18加、16加、12加和6加 很正常 全世界就是這樣 然後就說18加以上不得出現色情和暴力 那你回來幹什麼 那你回來幹什麼 分完18加以上都不可以出現色情暴力 我覺得這個已經夠荒謬了 但是還有更荒謬 我們不是那麼關心大陸 不過那些笑話真的是 笑到飆眼淚 有人在湖南的廣電局舉報 他有一套不知什麼叫做飛夢少女 就是那些Pedicula那些朋友來的 那類的魔法少女那類的物體 就說他什麼呢 他裏面就是人物把頭髮染成五零六色 穿到穿到花這裏 這個價值觀有問題 影響這個兒童的掛值觀 結果呢 廣電局真的把這套動畫落一架 又黑手不就 不行 我自己說笑到抽筋 他覺得現在就是連你的動畫裡面的角色 頭髮五零六色都不允許 其實原本他就是 那個動畫就有個提出抗變的 我們五零六色就不是提出這個不良價值觀 而是說方便大家辨識他的角色不同 那你的臉部很化而已 那不是很正常的 可以理解的 因為某些動畫家都是一樣的 你不變得合法 即是認不出的 你就知道的啦 你畫家有樣子 角色有樣子 要是這樣啦 既然你說要真實 那就大家惡之華化了 即是我聽完之後 真的一聲笑出來 即是好像惡之華這樣用真人 還沒有 接著繼續說動畫 即是沒有意思是笑場 他連這些這麼愚蠢的事情都可以想得出 即是他現在所謂的 都不可以叫政治正確 即是這些黨八股 黨八股上了腦的地方 即是完全不能以這個地球的邏輯去理解他們做的事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說中國不是在地球裏面 就是他們裡面都不走地球邏輯 即是笑到笑到抽筋 這個笑聲指中緣 好啦 至於日本的交袋稅方面 我待會有機會去日本再說 因為日本交袋稅是很過癮的 你說的其實岸糕是沒有分國界的 鄉村每一小時打遊戲的岸糕都發生在本身上 好啦 今個星期到此為止 下兩個星期再見 拜拜